大家好呀,我是雨昕 这一期视频呢,跟大家分享一下 徽章机的用法 这个机器呢,就非常适合去举办一些DIY的小活动 也可以在卖东西的时候摆在旁边 让客户和他进行一个小的互动 等画好并且画面干了以后呢 就按照我视频里这个顺序 把它依次放在这个徽章机的上面 大家放这个塑料片的时候一定要搓一下 因为有时候它是好几个粘在一起 等到放上去之后呢,就给它压一下 一定要对齐了 对歪会失败的 要对齐然后压一下 等把上面那部分压好之后呢 就要把上面和底下这个底座连在一起 大家自己做的时候呢 最好是两边同时放 两边同时放,确保它两方向一致 不然做出来的话 那个徽章的正面和后面背针的正面 是不一样的 会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美观 可以看到我这个就装的歪了 但是没有关系,可以用 这种事就能够取回来 这种事才能够取回来 都会是不一样的